大家好呀,欢迎来看米虫,公公的葬礼上,儿媳发现一个疑似公公情人的年轻女子,哭得梨花带雨,而与公公一起生活多年的婆婆,目几不伤心,还欢快地跳起了舞。 英元是韩国最优秀的心理咨询医生,她不仅事业蒸蒸日上,还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,检察官公公,推理小说家婆婆,整形医生丈夫,还有一个长相帅气的儿子,一家人的身份地位自带闪耀光环,让无数人羡慕嫉妒,然而随着一个陌生女子来访,幸福家庭的隐秘正一点一点被披露。 这个叫士纳的女子,说她爱上了一个有家庭的男人,她想将男人从虚伪的家庭关系中拯救出来。 士纳的态度莫名让英元很不舒服,但她本着心理医生的职责,耐心回答了问题,送走士纳,英元并未将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, 不料几天后,她突然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,里面竟是小鸟的尸体和他们全家人的合照,卡片上还写着,你的家人还好吗? 英元吓得魂不附体,想起小时候,父亲教导她,人生就像滑滑梯,有上坡也有下坡,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无论如何都要守护好自己的家人, 可她并不知道,一些她无法掌控的事情正在发生,婆婆半夜站在公公床前,欣赏她命人安装在墙上的铁制艺术品,成功将睡梦中的公公下醒, 婆婆回到卧室后,还诅咒艺术品随时掉落,而丈夫宰镇情绪失控地冲进洗手间,清醒满手鲜血, 女医生帮宰镇扩下手术服,还将瘫软在地的宰镇抱进怀里安慰,女医生邀请宰镇一起吃饭,刚走出医院,宰镇碰到了一个学弟,于是让女医生跟其他同事去用餐,自己招待学弟,英元正好也跟朋友聚餐,碰见了丈夫二人,宰镇给两人做介绍,英元莫名觉得这个学弟似曾相识,学弟却说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,英元没再追问, 临走时看着宰镇和学弟相谈甚欢,他总觉得哪里不对,回去的路上,英元得知网上有人扒出了他父亲当年骚扰女秘书的丑闻,英元翻看网上的评论,往事也浮现心头,当年身为检察官的父亲刚被举报贪污,又被指控骚扰女秘书,那天他回到家,看到公公正在和父亲交谈,公公表示有心帮忙却无力回天,父亲向英元解释自己是被冤枉的, 英元要求父亲去证明,认为父亲是一家之主,有保护家人的责任,英元说完后夺门而出,他原本想去天台散心,走到一半听到一声巨响,不堪重负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,爸爸的死让英元悔恨难当,如今有人重新翻出那段隐秘网事,可他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,意欲何为, 公公派人查找在网上发帖子的人,也暂时一无所获,公公心情烦闷,让宰镇陪他喝一杯,婆婆却阻止了这场父子谈心,认为儿子劳累了一天,需要休息,儿子走后,两人也不再伪装 公公指责妻子,他这么做根本不是为了维持家庭和谐,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形象,两个意见不合的人,都认为自己为了守护家庭隐忍退让,才会有现在令人艳羡的一切 只是此时谁都没想到,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争吵,次日公公去爬山,被突然滚落的巨石砸中,当场身亡 葬礼上,女医生从英元手里接过婆婆,跟宰镇一起送婆婆回家,英元留下来招待客人,可她却在这时听到了一阵哭声,还震惊地发现,哭泣的人竟是曾去找自己咨询的侍娜 英元询问世纳为何出现在这里,是不是认识公公,两人交谈时,公公的手下,保镖以及宰镇的学弟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两人 但世纳只说了声抱歉,便匆匆离开了这里,英元看着世纳的背影,直觉其中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葬礼结束,英元整理公公的遗物,意外发现了一个隐藏在柜子里的保险柜 她试着输了两次密码,错误好,她又尝试贴在全家福后面的日期,这次成功打开了保险柜 英元拿出里面的东西,是一个笔记本和优盘 她将优盘插在电脑上,里面的文件夹都是丈夫小时候的视频 就在她为公公深沉的父爱感动时,最后一个文件夹却传出了一段音频 录音里,公公命人收买女秘书,制造了一桩骚扰丑闻诬陷姻元父亲 杀死父亲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公公,英元悲痛欲绝,他想不明白 公公和父亲明明是好兄弟,父亲死后,公公将他接到家里 照顾他的衣食住行,还促成了他和宰镇的婚姻 想到这一切有可能都是伪善的表演,公公慈眉善目的形象顿时变得面目可憎 英元无法接受不堪的真相,就在他想要查证事实时 突然听到婆婆的房间传来一阵欢快的音乐 他走进去,发现婆婆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身姿轻盈的好像终于卸掉了枷锁 可这一幕发生在刚死了丈夫的人身上 在英元看来有一种诡异的割裂感 本集结束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了,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,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,拜拜